上午8点在路口停等红灯 突然后方摩托车撞了上来 站什么 躲什么 躲太阳 躲我车 阿玛努力往前钻 为了躲太阳 撞到前方机车 也不管前面有警察在站岗 还理直气壮 想闯越停止线 冲到前方阴影处还嚷嚷 前面的车就是要让啊 当时就在记者背后这个路口 早上8点 太阳从那边照过来的时候 地上会出现一大块的阴影 后方阿嬷想要躲太阳 就不停地冲撞 前方机车骑士 蛮杀眼的 很离谱啊 要是我被撞 我应该会很不爽吧 实际来到这个路口 现场气温32度 换算成体感温度高达36度 骑摩托车 身戴安全帽 穿防晒外套 密不透风 根本抵不住太阳的直射 就是有树荫或是车子 那个有阴影的地方 就是有阴影的地方就躲了 天气越来越炎热 骑机车不比开车 不只太阳直晒没有冷气吹 还要深陷在周遭车辆排放的热气里 停等红灯优时得等超过一分钟 无不想尽办法闪躲太阳 就算离路口还有一段路 也要先停下来躲一躲 记得李梦章 李若珍 台中采访报道